我们再把镜头转到东台湾 要带您看环平争议长达六年的 台东县山源海水浴场 梅丽湾度假村BOT案 到目前为止已经停工了三年 而环保团体提出的全面停工行政诉讼案 明天高等行政法院即将进行更衣审宣判 不过附近的民众最近却发现 这个度假村好像有施工的动作 所以他们今天赶快就带着白布条 到工地外面抗议 不过业者说呢 只是在进行例行性的维修作业 抗议美丽湾违法动工 台东县东海岸赤隆社区的居民 怀疑停工的美丽湾度假村又悄悄动工 拿着白布条到度假村外抗议 上个月居民就发现 美丽湾度假村有工人进进出出 传出施工的声响 这两天工地又拆除了围离 社区居民质疑 美丽湾度假村的停工诉讼 还在高等行政法院省理 业者怎么可以施工 他们做哪些工程啊 你们发现的 他在外面拆那个围离 然后里面有在粉刷 环保署 以及台东县政府 目的是业组管机关建管 他们都摆烂啊 明明知道动工了 他们就不作为 不过业者表示 因为有部分设备损坏 需要安全维护 才会做例行的内部整修 它不算一个施工的行为 因为你真的要施工 那个是要造施工的法规标准 你要下去去检讨 台东县政府也认为 高等行政法院 已经废弃了先前停工的判决 进入更衣审诉讼程序 而且业者上个月 也取得了建造许可 如果业者施工也没有违法 只是大家都在等 最后的判决结果 已经经过房屏了 经过房屏现在有条件通过 那目前虽然还有一些诉讼 可是还在有效的 这个范围里面 美丽湾度假村是六年前 台东县政府重大的BOT案 可新建160个度假套房 但因为这项开发案 被环保团体和多分居民质疑 事先动工再做还评 才提起还评无效和停工的行政诉讼 不过美丽湾度假村争议了这么久 民众希望政府能赶快解决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